2016万金石马拉松 腾亚选手破纪录 主办单位名墙后 马拉松选手哥哥往前冲 万金石马拉松是国内唯一 或国际前进总会同标认证的马拉松 今年的比赛在昨天套诈 这个礼拜开始 国内外有超过一万两千人参加 大连马拉松好手陈彦博 李逸杰还有艺人范逸权都来了 明显最近都胖了一点 我等下跑到后面就好了 果然是好兄弟 来掌声欢迎他们 人手跑在风景优美的北海岸 野兔还有热情的居民来加油打气 男子组的第一名是肯亚选手拿下 还破了大会纪录 国内男子组第一名的成绩也相当不错 没拿到前几名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跑得开心 那动新闻新北报导